姐姐死后的第三年 妈妈再一次发疯 掐住我的脖子 她气急八坏地问我 为什么还有脸活着 要是死的是我就好了 她领养了一个 和姐姐极其相似的女孩回家 还说这辈子只有她一个女儿 后来如她所愿 我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结果 那个最讨厌我的妈妈 却疯了眼 哭着求我睁她眼睛 再看她一眼 一 妈妈双眼星红 掐住我脖子时 我一脸平静 低声喃喃自语 所以 为什么死的不是我呢 妈妈眼底的怨恨 猝然僵住 有些不知所措 你说什么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是不是我死了 就不用再当姐姐的提升了 我的声音平静而缓慢 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 啪的一声 妈妈怒急 一巴掌重重甩在我的脸上 声线颤抖 你有什么资格提起你姐姐 要不是你 我的南南怎么会死 妈妈的话 犹如一盆刺骨的冰水 让我顿时降在了原地 我伸进衣服口袋的 手猛地顿住 忍不住将那张薄薄的 诊断单捏成一团 是啊 要不是因为我 姐姐怎么会死 要是我不让她赶回来看我的比赛 她可能已经成为 闪闪发光的天才舞蹈家了 我们一家 还是会像以前一样 开开心心的生活 妈妈就不会这么讨厌我了 可我也不想的 我不知道 那天姐姐已经三天三夜 没有休息了 不知道她会因为疲劳过度 猝死再来找我的路上 还记得姐姐死亡的那天 医生拿来死亡鉴定书 让妈妈签字 她却在上面签了我的名字 我不理解 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 拿着鉴定书 想去找工作人员修正 妈妈却发了疯的 掐住我的脖子 神色癫狂的看着我 你姐姐是妈妈 唯一的精神支柱 她不可以死的 所以你要代替你姐姐活下去 从今以后 你就是许之下 再也没有许一安了 就到妈妈求你了 没有你姐姐 妈妈会活不下去的 从那以后 我是姐姐许之下 而不是妹妹许一安 妈妈这一巴掌打得很重 脸颊很快就高高肿起 传来火辣辣的疼 我垂着头 不敢抬头看着妈妈 却仍是固执地说 妈 我不想当姐姐了 我想为自己活一次 哪怕一次就好 我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妈妈的眼神瞬间变得猙獰 她的手颤抖着 似乎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然而 姐姐是她的逆临 谁都触碰不得 她根本没办法控制住自己 一把抓起桌上的杯子朝我砸来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破裂声 杯子四分五裂 我只感觉头上一阵剧痛 鲜血顺着额头流了下来 模糊了我的视线 你不配为自己活 只配代替你姐姐 数你自己的罪 妈妈的声音冰冷而决绝 我鼻尖泛起震震酸色感 心脏狠狠揪了一下 疼得厉害 妈妈的话 像一把把无形的利刃 将我的心脏滑得鲜血淋漓 我眼前有些眩晕 身体微微颤抖 用力掐住掌心 剧烈的疼痛 让我漠然清醒过来 耳边是妈妈愤怒 而失望至极的声音 滚 从今天起 我就当没有生过你这个女儿 你给我滚 再也不要回这家 我滴滴硬了一声好 妈妈的脸色彻底黑了 原本眼里仅有的一丝愧疚消散 只剩满脸的厌恶和冷漠 我缓缓转身上了楼 收拾行李的时候 才发现 自己好像没什么可以戴的 衣柜里的白裙子 是姐姐喜欢的 而我喜欢的 一件都没有 就连床单被套 也是姐姐喜欢的小草莓图案 我自嘲地笑了笑 随便收拾了几件 不那么素的衣物 走的时候 我忍不住从床底 扒拉出一个积了灰的盒子 里面有姐姐送给我的东西 我想带走他们 一张照片和一只草莓熊玩偶 照片上 姐姐笑容甜静 一脸温柔地看着 笑得像个二百五的我 我想 要是姐姐在 她肯定会很爱很爱我吧 肯定会在妈妈凶我的时候 将我护在身后 可惜 她走后 再也没有人护着我了 下楼的时候 妈妈正面无表情地 坐在沙发上看彩报 眼底一片淡漠 我将家里的钥匙 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 妈 我轻声呼唤 声音一直不住地颤抖 我走了 你照顾好身体 她没有回应 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心里一阵酸楚 走到玄关处的时候 听见杯子碎了一地的声音 身后传来妈妈怒不可遏的声音 滚 滚得远远的 永远不要回来了 留神 把门关上 别让什么阿猫阿狗再进来了 保姆站在门口 一脸地局促 小姐 跟夫人认得错吧 世上哪里会有不爱 自己孩子的妈妈 我摇了摇头 告诉她把门关好 然后拖着重重的行李箱 走进了黑夜里 刚出小区 外面就吓起了调泼大雨 雨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一瞬间 所有的委屈和不甘 都顺着雨水从眼角滑落 再滴落到地上 我咽下喉间涌上的酸涩 叫了一个出租车 二 等下了车 才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很偏的郊区 好在这里有还是有酒店的 而且是妈妈名下的酒店 保安站在酒店门口 看到我浑身湿透 眉头微皱 还是伸手拦住了我 徐小姐 福 夫人说过 您 我咬紧牙关 声音颤抖 让我进去 我有钱住酒店的 她有些为难地指了指墙角的公告牌 徐小姐 您看 我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瞳孔猛然放大 那上面写着 许之下雨狗不得入内 我将在原地 勉强维持着微笑 指甲深陷进了皮肉里 半嗓 才艰色地吐出几个字 这是我妈吩咐的 声音不受控制地带上了哭腔 保安低下头 不安地搓着手 算是一种变相承认 她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喃喃自语 眼神空洞 保安瞥了我一眼 轻声说 徐小姐 您还是先回家去吧 别在这淋雨了 回去 我苦笑了一声 回哪去 回去就意味着妥协 意味着 我永远只能是许之下 可我仅仅是 想在生命的最后 做一次许一安 保安沉默了许久 低声道 夫人说 只要小姐 您低头认错 她立马派人来接您回许家 我后知后觉 妈妈是想 将我的翅膀彻底折断 她想永远用姐姐的身份 活下去 她不允许 我有半点自己的思想 要将我牢牢困在身边 雨已经停了 一阵冷风吹来 吹得我脑子嗡嗡作响 眼睛也酸得厉害 我点了点头 拖着行李箱离开 想到今天发生的事 我的眼圈慢慢红了 我没想哭的 可眼泪却止不住地爬了一脸 妈妈以前说过 无论我和姐姐犯什么错 她都会原谅我们 可自从姐姐走后 我好像同时失去了 姐姐和妈妈 作为许之下时 妈妈对我很好很好 好到让我觉得不真实 因为她总是在透过我看姐姐 明明是同一天生日 妈妈买的 却是姐姐喜欢的草莓 真正的许一安 好像真的死在了那年盛夏 三 我浑浑噩噩噩 找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天桥下 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半夜下起了雪 我冻得瑟瑟发抖 浑身开始发热 手腕处的疤痕 开始隐隐作痛 那道疤痕 是我当初重度抑郁时 神志不清滑破的 我忍不住使劲挠她 直至挠破了皮 渗出丝丝烟红的血 滴在白色的裙子上 那么刺眼 我有点不喜欢姐姐了 姐姐走后 我开始学习她的言行举止 笑不露齿 小口小口吃饭 为了和姐姐一样 成为天才舞蹈家 我每天被妈妈安排 八个小时的舞蹈课 妈妈说 我天生比姐姐笨 如果不努力 和姐姐就不像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僵硬不协调的四肢 慢慢变得柔软 性子也越来越安静 大家也慢慢忘了许一安 直接的姐姐许之下 我的朋友 也成了姐姐的朋友 当我用玩笑的语气 说我就是许一安的时候 大家只觉得我有病 他们都说 许一安早就死了 让我不要难过 我蜷缩成一团 冻得神志不清 喉咙似乎有粘稠的液体涌出来 窒息感很浓烈 天色微亮 我被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吵醒了 我一脸茫然地垂下头 才发现自己浑身都是血 我被吓得不知所措 脑子里一片混乱 救命 救救我 我虚弱地朝空气中抓了抓 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见 虽然早在一周前 医生就告诉我 我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大脑 时日无多 但真正直面死亡的时候 我还是有些害怕的 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我亮亮呛呛地站了起来 由于失血过多 又猛地栽倒在地上 耳边突然传来一个粗鲁的男生 我想睁开眼睛看看 眼皮像有千斤重一般 掀不起来 哎 醒醒 要死死远点 她有些不耐烦地 用脚踢了踢我的腹部 骤然的疼痛 使我猛地清醒过来 我颤抖着手 想拨打120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来电显示是妈妈 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我颤抖着手指 勉强按下了机听键 耳边传来妈妈熟悉 而又陌生的声音 你在哪 妈 我 我的喉咙像是被一团棉花 堵住了一样 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没等我说完 就被妈妈冰冷的声音给打断了 给你一天的时间 把家里属于你的东西 通通带走 你房间大 我准备留给萱萱当练武士 我还没来得及问萱萱是谁 就听见那头传来一个俏皮的声音 妈咪 这是姐姐的房间 我还是不要了吧 到时候姐姐回来 女孩的声音带着一丝可怜 什么姐姐 以后妈妈就你一个女儿了 妈妈的声音很温柔 带着浓浓的宠溺 像是想起来我们还在通话 她的声音骤然变得冰冷 不要的话 我就堕垃圾桶了 不 我想开口说不要 鲜血却猛地从喉肩上涌 呛得我只咳嗽 说不出半个字来 那边很快挂断了电话 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瞬间刺痛了我的心 我呆呆地握着手机 眼前一片模糊 眼泪模糊视线 我胡乱地抹了一把脸 眼泪和鲜血忽了满脸 活像一只恶鬼 不 不是我干的 我就踢了你一脚 别想赖上我 粗鲁的男生再次响起 有些慌张 我挣扎着站起来 强忍着身体涌上来的疼痛 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突然有些好奇 如果有一天 妈妈知道我死了 会不会有一点点难过 哪怕是一点点 四 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躺在了医院里 周围的自闭地消毒水位 一身白大褂的医生 神色复杂地看向我 小姑娘 让你家属来一趟吧 你的情况有点不太六观 我没有家人了 我惨白着脸 平静地看向医生 医生眼底闪过一丝怜悯 沉默了许久 还是坚持让我的家人来一趟 他们有权利知道我的情况 两人沉默地僵持了许久 最后 还是我先妥协了 我强撑起身子 拿起手机 拨通了妈妈的电话 在无人接听后再拨 一遍又一遍 就算我在坚强 也承受不住 独自面对死亡的绝望 我心里一阵刺痛 仿佛有什么东西 正在慢慢崩塌 眼泪不受控制地 顺着脸庞滑落 滴到地板上 约某半个小时后 那边才缓缓接通 妈妈有些不耐烦的声音 在耳边炸开 你又发什么疯 知道错了 就赶紧回来 妈妈没时间陪你耍小杏子 我握着手机的手 微微颤抖 声音哽咽 妈妈 我有事跟你说 突然 一个俏皮的声音打断了我 妈咪 你快看 我穿这件裙子好不好看 妈妈的声音 瞬间变得温柔 好看 我们轩轩穿什么都好看 她好像从来没有 对我这么温柔过 心脏处忽然泛起 密密麻麻 针扎般的疼痛 我突然觉得 没意思透了 书然挂断了电话 算了 一个人面对死亡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身后突然突然想起 男人低沉的嗓音 好久不见 看着面前递来的纸巾 我有些恍惚地抬起头来 是鹿眼 我的未婚夫 不 应该说是姐姐的未婚夫 我测开视线 但声道 谢谢 不用了 这么多年 你性子还是这么别扭 许一安 鹿眼笑得眼睛弯弯 我有些不知所措 结结巴巴的 你 你怎么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和他一点也不像 鹿眼的声音带着一丝怀念 帮我一件事吧 鹿眼哥哥 我扯了扯他的袖子 神情有些窘迫 好 他没有丝毫犹豫 一口硬了下来 等看到我的诊断单子时 高高的鹿眼 书然弯了几辆 拿着单子的手 止不住地颤抖 徐阿姨 知道你生病了吗 我看着他泛红的眼眶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两人就这么一路沉默着 回到了病房 鹿眼跟我说了 姐姐很多很多的事 我才知道 原来姐姐死前 患上了中毒抑郁症 她每晚都睡不着 需要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其实 姐姐去世的那天 妈妈因为她 没能拿到舞蹈比赛的第一名 重重打了姐姐一巴掌 那一巴掌 打碎了姐姐最后的希望 她睡前吃了很多很多安眠药 在意识模糊期间 接到了我的电话 我跟她说 姐姐 明天就是我们的生日了 你答应过 要回来给安安过生日 可不许反悔 鹿眼告诉我 姐姐为了给我过生日 趴在马桶边将吃的药 从喉咙处抠了出来 她是想活下去的 因为我 她想活下去 听到鹿眼的话 我坐在床上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眼泪不争气地从眼眶滑落 我不知道是该难过 还是该庆幸 我不是杀死姐姐的凶手 可我的姐姐再也回不来了 回过神来 鹿眼已经气不成声了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笨拙地安慰她 鹿眼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我 轻声问我 以后打算怎么过 我笑着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 能活一天是一天 她再次沉默 满眼心疼地看着我 我有些无聊地打开了电视 看到上面的人时 我愣了愣 在有些模糊的视线里 我看到了妈妈的脸 她神色淡漠地坐在台上 旁边坐着一个 我不认识的女孩 模样有些熟悉 女孩亲密地挽着妈妈的手 时不时用毛茸茸的脑袋 蹭妈妈的胳膊 而妈妈眼里的冰山融化 宠溺地揉了揉女孩的脑袋 我心口顿痛 眼泪悄无声息地滴在手背上 鹿眼有些不忍 想抢过我手中的遥控器 安安 别看了 关掉吧 我深吸一口气 摇了摇头 没事 我想听听她会说些什么 发布会开始 妈妈略带严肃的声音 如潮水般涌进了我的耳朵里 想必大家都知道 此前我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 资助了萱萱 今天 我想让大家做一个见证 以后 萱萱就是我们许氏集团的三小姐 我将把公司3%的股份 作为礼物送给她 众人一片哗然 许氏集团3%的股份 普通人或许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但我还不知道吗 那足够她荣华富贵一辈子了 我的神色意识有些僵住 正要关掉电视 却听见有媒体提起了我 请问以后 许总您的公司是会交给知夏小姐 还是 妈妈冷吃了一声 一脸计较 我的公司就是给别人 也不会给许知夏那个白眼狼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的视线停留在萱萱身上 口中的那句别人自然不言而喻 白眼狼三个字眼 让我的心脏猛地揪了一下 窒息感瞬间涌了上来 我抬手捂住自己的胸口 那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慢慢流失 原来 心痛到极致 是这种感觉 路眼看不下去了 一把抢过遥控器 将电视关掉 安安 听医生的话 好好治疗 不会死的 路眼的声音有些难过 好像每个人安慰患者 似乎都是这句话 见我不吭声 路眼又说了一句 你得好好活下去 才不枉你姐姐 替你挡下的那些风雨 我相信 之夏肯定也希望 她的妹妹能好好活着 说完 她拖着略显沉重的步伐出了门 病房再次变得寂静 我用力咬住了下唇 还是没忍住哭出了声 痘大的眼泪顺着指纹滑落 啪哒一声 掉落在地板上 我也想好好活着 做了许一安好好活着 可是 我真的可以吗 五 在接下来的几天 我开始尝试积极地面对 可我的病情 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因为癌细胞扩散的缘故 我的视力越来越差 有时候甚至模糊到看不清人 我下楼取钥匙 一个中年男子 突然插了我的队 我心情不太好 和她吵了起来 她骂不懂得尊老爱幼 活该是个短命鬼 旁边的人也帮着她 对我指指点点 我气红了脸 像个托腹一样大吵大闹 好巧不巧 这一幕刚好落在了我妈的眼里 她眼里的嫌弃和厌恶 都快溢了出来 好像我做了什么丢人的事一样 我想开口叫她 可喉咙就像被人掐住了 半个字都吐不出来 突然 视线变得有些模糊 我有些慌乱地想去找妈妈 在距离妈妈机敏远时 我顿住了脚步 我看到一道娇小的身影 一瘸一拐地扑进妈妈怀里 妈妈 对不起 许萱萱的声音有些哽咽 傻丫头 为什么跟妈妈说对不起啊 妈妈的语气很温柔 因为我 妈妈还特地推迟了会议 陪我来医院 许萱萱眼里含了一汪眼泪 任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心疼她 我们萱萱真懂事 可妈妈不忍心看到萱萱疼 我突然想起 姐姐刚走的第一年 我跳舞的时候意外骨折 钻心的疼痛 让我忍不住给妈妈打电话 舞蹈是离妈妈公司很近 但妈妈因为公司还有事 匆匆挂我的电话 我当时还不会看人脸色 执拗地给她打了一遍又一遍 还记得妈妈当时是怎么说的 你姐姐受了那么多次伤都不喊疼 怎么到你这就这么矫情 要是你姐姐还在 妈妈忽然停住了 声音变得更加冷漠 好好学 别让我失望 那次我在医院躺了整整一个月 妈妈一次都没来看我 仿佛我是什么 无关紧要的陌生人 似乎从姐姐去世的那天起 就没有人再爱我了 鼻子有点酸 鼻腔突然有一股粘稠的液体流了出来 我派人看出一样 抬手胡乱地擦了一下 然后低着头 从他们身边走过 身后突然传来许萱萱的声音 妈妈 那个好像是安安姐 她好像生病了 管她做什么 妈妈现在只有你一个女儿 那一瞬 心脏像是被妈妈冰冷的声音冻住了 四肢僵硬的动弹不得 我突然想转身冲到他们面前 想看看 妈妈要是看到我脸上的血迹 会有什么反应 会不会后悔没有对我好一点 会不会也心疼地将我抱在怀里 可惜 在我转身之际 只看到他们模糊的背影 没看到 也挺好的 至少 等我死了 她也不会太难过 回到病房 我坐在床上 将头埋进了臂弯里 鼻腔里还残留着血腥味 安安 你跑去哪里了 路眼推开门 看到我满脸的血和眼泪 急得不知所措 怎么会弄成这样 我抬起头 勉强笑了笑 我没事 就是有点上火 她眉头紧锁 显然不信 想去找医生 被我连忙拉住 声音有些哽咽 路眼哥哥 你忙你的去 我想一个人静静 路眼眼底的光 瞬间按了下去 犹豫了片刻 还是一步三回头 离开了病房 不知怎么的 人一旦处于安静的环境里 就容易多想 我不禁想到了许萱萱 妈妈真的找到了一个 比我更像姐姐的替代品 她温顺 懂事 还会撒娇 更重要的是 她和姐姐一样 喜欢跳舞 有了她 妈妈大概也会慢慢 将我遗忘吧 我躺在床上 痛苦地蜷缩在被子里 腾出一身冷汗 吃了很多的止疼药和安眠药 我骗自己 睡着了就不疼了 我的呼吸慢慢变得吃力 迷迷糊糊的 我摸到旁边的电话 拨出了妈妈的电话 好久 那边才接通 我听见妈妈在叫我 安安 我甜甜地朝妈妈说 妈妈 下周我生日了 我想吃您做的长寿面了 没等那边回复 我缓缓闭上了眼睛 意识慢慢消散 耳边传来露眼 焦急的呼唤声和物业声 六 我没想到 我的灵魂会飘到妈妈身边 她刚下班 眼神里还透露着疲惫 我看着她 扭头看向窗外 一直沉默着 不知道在想什么 突然 在路过一个蛋糕店时 妈妈让司机停下 她缓缓向蛋糕店走去 看到这一幕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不自觉地跟了上去 妈妈指了指一个 小兔子图案的蛋糕 给我拿这个吧 我女儿喜欢 不是草莓熊 而是小兔子 我最喜欢的小兔子图案 那一瞬 我觉得心里甜滋滋的 心情也开始雀跃起来 这个蛋糕 应该是给我买的吧 我一路跟着妈妈回了家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妈妈却迟迟没有出发去医院 我有些失望 是不是自己又自作多情了 这个蛋糕 根本不是给我买的 妈妈 我回来了 许萱萱一蹦一跳地 从外面回来 亲密地抱住妈妈的手 这次 妈妈脸上没有往日的欣喜 只是看着许萱萱 发了很久的呆 不知道在想什么 是在想我吗 又或者透过许萱萱 在想念姐姐 妈咪 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蛋糕啊 谢谢妈咪 许萱萱忽然注意到 桌上的蛋糕盒 兴奋地亲了妈妈一口 妈妈表情微微一变 这是给你姐 给你买的 你不是念到了好久吗 听到这话 我的心猛的一尘 失落地垂下了头 看着自己透明的脚尖 心里泛起一阵酸涩 原来不是给我买的呀 为什么我对她 还会有所期待呢 我真傻 晚上 妈妈坐在床上 双手不停地点着手机屏幕 她的眉头紧锁 似乎在纠结着什么 我飘到她身边 才发现她点开了我的聊天框 只见她长短不一地 给我发了数十条消息 内容全是催促 我把家里我的东西拿走 可是 妈妈 我已经回不来了 她等得有些不耐烦 给我打去了电话 路眼拿着我的手机 看到来电显示时 她定在了原地 她的拳头握了握 脸上的神情有些复杂 就在我以为她不会接的时候 她按了机听键 为路眼的声音冰冷而疏离 路 路眼 下下的手机 怎么会在你那里 妈妈的声音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和不安 路眼有些无力地靠在墙上 吃笑了一声 安安快不行了 徐阿姨 您不过来看看吗 您的两个女儿都被你逼死了 您是不是很高兴 妈妈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手指微微颤抖 连手机都抓不住 掉在地上 发出啪哒一声 她急忙去捡地上的手机 声音不大 却带着明显的颤抖 路眼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安安的身体这么好 怎么会不行了 是不是安安让你帮她说谎的 她还是一如既往地自私 什么事都想着自己 我自私 原来我不愿意当姐姐的提升 就是自私了 我想为自己活一次是自私 此时 我才发觉 在妈妈心里 我只配活在姐姐的阴影里 永远都比不上 姐姐在她心里的地位 路眼气笑了 忍不住发出一丝冷冷的嘲笑 徐女士 看来您活得挺失败的 难怪安安和夏夏就是死 也不想回到您身边 挂了吧 您陪着您的新女儿吧 安安的后事 交给我来处理 咚的一声 妈妈的手机再次摔到底上 她发了疯的多打电话 却只听到冰冷的提示音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一定是假的 假的 妈妈惨白着脸 在卧室里夺来夺去 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 安安肯定是在赌气 才和路眼串通起来骗我的 不行 我不能顺了她的意 那样我的夏夏就永远回不来了 听到妈妈的话 我忍不住笑了 笑得眼泪都涌了出来 心中最后一丝对她的期待 彻底破灭了 都这种时候了 她也没放下 让我当姐姐替身的执念 妈妈 既然不爱我 为什么要生下我 是我不配得到你的爱吗 那你这么爱姐姐 为什么不对她好一点 你不爱安安 那安安也不要你了 气 妈妈赶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刚好从手术室出来 她猛地抓住医生的袖子 声音颤抖医生 医生 我女儿呢 医生摇了摇头 眼神黯淡 朝手术室看了一眼 很抱歉 我们尽力了 许小姐已经 妈妈透过门缝 看到护士正准备 用白布盖住我的尸体 我的脸映入她的眼帘 妈妈尖叫了一声 突然崩溃着想 冲进手术室 不 不会的 这一定是假的 我不相信 她的声音哽咽的 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明明前半个小时 病人的求生意识还很强 后面就突然丧失了 活下去意识 医生的话 如同一把冰冷的刀子 刺进妈妈的心脏 半个小时前 妈妈在干什么 哦 她在陪许萱萱吃生日蛋糕 我抬手捂上胸口 那里已经不会因为她难过了 医生叹了叹气 有些怜悯地看向妈妈 我的尸体被推出了手术室 妈妈晾翘了几步 想要追上去 可双腿却不听使唤 直接跪倒在地 在护士的搀扶下 她来到了太平间 她的手颤抖得厉害 好几次不敢掀开 盖在我身上的白布 她的眼眶 已经红得能滴出血来 不是的 啊 不是你 他们都在骗妈妈 对吗 最后 她咬了咬牙 一把掀开白布 我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 不吵不闹 这副模样 更像她偏爱的姐姐了 她眼眶里蓄满了眼泪 却强忍着没掉下来 像是为了验证什么 她伸手摸向我的耳后 这不是我的女儿 我女儿耳后 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所以你们弄错了 这不是我的女儿 赶过来的路眼 神色悲痛绝望地看了她一眼 有没有一种可能 徐女士将那个胎记洗掉了呢 经她这么一提醒 我突然想起来 我耳朵后面 好像确实有一个胎记 因为姐姐的去世 妈妈变得有些神志不清 在一次恋悟中 她看到我的胎记 突然发了疯地掐住我的脖子 我的下下没有这个胎记 安安听话 妈妈帮你把这个胎记弄掉 这样才能更像姐姐一点 我吓得跪在她面前 一遍遍告诉她 我会去洗掉这个胎记的 那天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都没能阻止妈妈 她长长的指甲 陷进了我的肉里 血线顺着我的脖子滑落 妈妈硬生生将我的胎记包掉 那种感觉 好疼 好疼 妈妈的眼神变得迷茫而疯癫 身体摇摇欲坠 她不相信自己会对女儿 做出这样残忍的事 陷眼像是找到了发泄口 红着眼眶质问她 你不是答应过 下下会好好照顾安安的吗 你就是这样照顾她的 让她当下下的提升 你就是这样爱你的女儿的吗 陷眼的话如密密麻麻的针 刺进妈妈的心里 她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退去了 那个一向强势的女人 此时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 坠坠不安地左右顾盼 她无力反驳 因为陆眼说的都是血淋淋的真相 安安 妈妈错了 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 好不好 她的声音哽咽 带着无尽的悔恨和哀求 妈妈不该和你生气的 你不愿意当姐姐 我们就不当了 她颤抖着手指 轻轻抚摸着我的脸 神情小心翼翼 仿佛怕把我弄碎了一样 泪水从她的眼眶滑落 骤然滴落在我的脸上 我望着她哭得通红的眼眶 和难过的表情 有些不解 我死了 她很难过吗 我摇摇头 不对 我死了她 应该很高兴才是 她已经有了新的女儿 再也不需要 我这个不听话的替代品 她的泪水和悔恨 在我看来 都不过是虚伪表演 我也不会再对她抱有期待 爸 妈妈想要带走我 却被陆眼一把拦住 安安说 她的后事交给我 她不想再见到您了 妈妈发了疯的 朝陆眼的脸抓去 陆眼 你害死了下下还不够 还想带走我的安安 凭什么 凭什么 陆眼的脸 被抓出了几道血痕 听到妈妈的话 她痛苦地抱住了头 是 是我 哈哈 她笑得浑身颤抖 泪水如雨点般 砸向地面 许女士 我们都是凶手 不是吗 下下喜欢钢琴 您却让她没日没夜地练舞 让她替您站到国际舞台 满足您的虚荣心 您的一巴掌 打碎了她最后的希望 我最大的错误 就是没在比赛前 将她带走 是我的软弱 害死了下下 现在 我连她最疼爱的妹妹都护不住 妈妈的身子僵住了 脸色白得像鬼一样 确实 你就是废物 连喜欢的人都护不住 我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她有什么资格这样对鹿眼 明明是她亲手将我和姐姐 推向了深渊 到头来 却将所有的错 都推到一个无辜的人身上 妈妈叫来了很多保镖 想要强行带走我的尸体 但鹿眼丝毫不退让 我看着雨点般的拳头 落在她身上 心如刀脚 急得团团转 不要打了 不要再打她了 鹿眼哥哥 你就把我的遗体给妈妈吧 我拼命地朝他们大喊 用力推开 拼在鹿眼身上的人 可无论我怎么努力 他们都听不见 第一次 我对妈妈产生恨意 她逼迫我也就算了 为什么连姐姐喜欢的人 都不放过 她怎么可以这么瞒不讲理 最后 不知道是不是妈妈心软了 她放弃带走我的遗体 她走了 我的灵魂也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 我怎么挣扎 也没办法离开 看着浑身是血的鹿眼哥哥 我无力地朝她拘了一躬 对不起 鹿眼哥哥 因为我牵连到你了 我跟着妈妈回到了家 许萱萱听到动静 急忙小跑下了楼 她眼泪汪汪地扑进妈妈怀里 抽抽搭搭的 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妈 妈咪 萱萱好害怕 你不要丢下萱萱一个人 妈妈才经历丧女之痛 一时间也没心情安慰她 萱萱 今晚你先去酒店睡一晚 妈妈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许萱萱愣在了原地 晶莹的泪珠还挂在睫毛上 她楚楚可怜的模样 谁看了都要可怜几分 呜呜 妈咪是不是不要萱萱了 是萱萱做错了什么事 惹妈咪生气了 还是说 姐姐要回来了 所以妈咪才不要我了 够了 妈妈突然地怒斥 让许萱萱不知所措 哭得更伤心了 意识到自己态度不好 妈妈心疼地搂着她 萱萱听话 妈妈还有事 先上楼了 留审带萱萱小姐去酒店休息 妈妈的声音温柔 却透着不容智慧 任凭许萱萱哭得再伤心 妈妈也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我突然觉得 这个缩小版的姐姐很可怜 她跟我一样 只是姐姐的替身 永远都得不到妈妈的偏爱 妈妈走进我的房间 我惊讶地发现 房间里的东西 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模样 原以为 妈妈会将我的东西丢出去 没想到 我走的时候是什么样 回来还是什么样 妈妈一夜未眠 她的头发散乱着 脸上略显疲惫 还带着泪痕 她将我和姐姐的照片 抱在怀里 自言自语 我真的错了吗 因为我 安安和下下才宁愿死 都不愿意回这个家 可 我明明只是想让他们 过上更好的生活 她蹲下身 大颗大颗的眼泪 滴落在相框上 模糊了我和姐姐的脸 她有些无措的伸手去擦 却越擦越花 眼泪也越掉越多 我的心突然刺了一下 底肩泛起酸涩感 我不知道她错没错 我只知道 我和姐姐一点都不喜欢 她的安排 我们活得太压抑 太痛苦 甚至都患上了重度抑郁 如果有下辈子 我想 我不会再当她的女儿 我看着痛不欲生的妈妈 心里掀不起半点波澜 我想 我已经放下了 对她的执念了 就 我一个人站在奈何桥上排着队 心里有些迷茫 忽然间 我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 有爸爸 还有姐姐 安 我们来接你了 爸爸宠溺地揉了揉我的脑袋 语气满是心疼 我的安安还这么年轻 怎么就 我是在做梦吗 我忍不住红了眼眶 声音也带上了哭腔 不 不是梦 爸爸的回答让心头一颤 泪水瞬间决堤 爸爸 姐姐 我真的见到你们了 这次 可以不要丢下安安了吗 你们不在 他们都欺负我 我颤抖着肩膀 死死抓住他们的衣摆 生怕一睁眼 这都是幻觉 我真的太想他们了 再也不想离开他们 姐姐心疼地将我抱在怀里 眼泪沾湿了我的肩膀 她哽咽着跟我道歉 她说 如果不是她 我就不用吃那么多苦 我牵住她的手 笑着摇了摇头 可是姐姐 正是因为你 我才拥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两人相识一笑 眼里都有泪花打转 在接过梦婆汤时 她笑咪咪地说 爸爸和姐姐 是她见过最执拗的人 他们一直在等我 不肯投胎 就在我一只手挽着爸爸 一只手挽着姐姐 高高兴兴去喝梦婆汤时 身后传来了一个低沉的男生 笑笑 你把我落下了 我们回头 看见路眼哥哥 正大步朝我们走来 姐姐见到他 忍不住红了眼眶 他有些生气地 捶着路眼哥哥的胸口 你这个傻子 我都向神佛求了好久 保佑你平平安安 长命岁的 你怎么能那么早就来见我 路眼哥哥 像个小孩子一样 声音有些哽咽 我没有照顾好安安 所以我来向你赎罪了 傻子 大傻子 姐姐哭着扑进她的怀里 一个劲地骂她 我和爸爸默契对视 将空间留给了她们 那一瞬 我是前所未有的幸福 我想好了 下辈子 我要继续当爸爸的女儿 姐姐的妹妹 我们一家人 再也不分开了 留审翻外 二小姐走后的第三天 夫人仿佛变了一个人 她一如既往的正常上下班 表面看起来一切如常 可回到家中 她就会叫大小姐 和二小姐的名字 安安 吓吓 妈妈回来了 还给你们带了 最喜欢的礼物 空荡荡的客厅里 回应她的 只有满是寂静 她的肩膀微微垂下 神色落寞 自言自语地呢喃喃一句 还在生妈妈气呢 夫人将礼物放到留审手中 神色有些不自然 留审 你把礼物给两位小姐送过去 对了 别告诉她们 是我准备的 不然 她们该生气了 留审震惊地 看着走进书房的夫人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第二天 夫人从书房里走了出来 留审才发现 原本墨浴般的黑发 竟在一夜之间全白了 留审有些担忧地看向夫人 颤着声问 夫人 你还好吗 她晚了晚散落的头发 笑得勉强 我没事 对了 礼物 大小姐和二小姐还喜欢吗 看着夫人一脸稀奇的神情 留审没忍心戳破她的幻想 喜欢的 喜欢的 文言 夫人终于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低声呢喃 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留审 下周是安安19岁生日 你说我送她什么好呢 夫人支着脑袋 皱着没思考 见没人搭理她 夫人就自顾自地说下去 要不送她一辆车吧 安安说过 她想成为赛车手的 那样 她就会原谅我了吧 留审见夫人提起二小姐 忍不住红了眼眶 这些年 二小姐活得有多痛苦 她是有目共睹的 大小姐性子温顺 二小姐性子跳脱 夫人硬生生折断了二小姐的翅膀 让她变成和大小姐一样的大家闺秀 自从两位小姐走后 夫人也变得神志不清 她喜欢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 营造出小姐还在的假象 她吃着二小姐喜欢的甜食 喝着大小姐喜欢的茶 夫人的一举一动 无不在诉说着 她对自己女儿的思念 萱萱小姐得知夫人的情况后 闯入别墅来找夫人 萱萱小姐眼眶红红的 看到夫人 再也控不住情绪 失声痛哭起来 她跪在夫人脚边 妈咪 姐姐已经死了 以后就让萱萱陪着您吧 夫人神色淡默地掰开她的手指 你走吧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安安和夏夏会生气的 妈咪 我还能去哪 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你不是喜欢我这张脸吗 就让我代替姐姐们 陪在你身边不好吗 夫人突然生气地 推开了萱萱小姐 呼的 夫人收敛脸上的怒容 温柔地摸了摸旁边的两个罐子 像是在安抚什么 她没有看地上的萱萱小姐一眼 只是冷漠地吩咐留审 把她给我丢出去 妈咪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都为了你 变成许志夏的模样了 你怎么能抛弃我 闭嘴 夫人目光一领 呵斥了一声 萱萱小姐像垃圾一样 被丢了出去 客厅顿时安静了下来 夫人温柔地对着两个罐子一笑 好了 好了 妈妈知道错了 以后 再也不会有不相干的人来打扰我们了 那几天 夫人好像又变得正常起来 她将公司的股份变卖掉 将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她像往常一样 买了很多小姐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一个人走进了浴室 鲜血染红了整个浴缸 她的意识陷入一片黑暗 灵魂抽离时 她看到了熟悉的三个人影 她想追上他们 可无论她怎么努力 好像永远都追不上他们